大约一年半前,我拍了 Rosewood 酒店 Butterfly Room 的下午茶 结果这条片就成为整个频道里面第二多人看的影片 原来 Rosewood 除了西式下午茶之外 Holtz Cafe 也有中式下午茶供应 就让我这次带大家去吃他们的中式下午茶 进来Holtz Cafe,其实装修也有些像 Butterfly Room 都是暗暗地,以云石制造贵利的效果 不过其实走进来,他们还有一个大厅,会开阳一点 但我坐的位置总是觉得好像在大堂吃东西 多过在餐厅吃 如果你还想着我郭金圆的点心放题 这条片就有点失望了,因为下午茶的套餐是一整整的 不能叫完再叫,但胜在有 Welcome Tea Welcome Tea就是红乌龙 另外你就可以在餐牌标示的三款茶里面选一款 我就选了大红泡 喝下两款茶也有生酸的感觉 但味道就不算很浓 好,点心就跟着来了,让我逐样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雪山叉烧包,没什么惊喜的 正在里面的叉烧足料,酥皮都香软厚薄适中 但跟酒楼相比,里面的馅料似乎不够烧汁了 接着到炸的点心,分别就是和牛酥和虾多士 首先说和牛酥 当然不要期望吃的时候会有和牛那种入口即溶的口感 但都吃得出来是好牛,放弃酥皮够松化烤得够热 稍微盐它,加多一点胡椒 至于虾多士炸得脆,但又不太多油 里面的虾够爽口弹牙,吃下去也有咬口 接着轮到正点,分别就是带子虾饺和鲍鱼烧米 首先说带子虾饺,可能菜比较多些 比较像韭菜饺多于虾饺 因为不太多吃虾胶或者带子 但胜在虾胶皮够薄够通透,里面的菜颜色也很漂亮 至于鲍鱼烧米,够大够的鲍鱼就很咬口 烧米的猪肉都弄得很爽口弹牙,份量也够多 算是近期吃过最好吃的烧米 最后再轮到甜品 首先就是南瓜炉,很香奶味,南瓜也很多 但新得来又不会太粉,甜度也适中,不错 芝麻卷是整个设计里面唯一有两份点心 好香的芝麻味,甜度也适中 卷起的皮也厚薄适中 可能吃惯了酒楼旧式的芝麻卷 会觉得它没那么甜,但我就觉得OK 总结来说,以300元的价钱 不算稳笨,但也吃不到你饱 肯定郭金鲜的点心放低就适中了 至于食物方面,也是郭金鲜性一筹 这里胜在服务不差,地方够不差,但以我这个大食职 吃完一阵风一定要多吃一餐补素